花蓮施工所举办的2021小城生活 《古来去菜奇亚》系列活动 22号晚间正式开跑 由三大主题中的菜式讲堂率先登场 邀请到花蓮县原住民族野菜学校校长吴雪月担任讲师 从野菜采集经验一直到传统的食材烹饪 带领民众更多元来认识原住民的文化 大概这个季节 还要还没开花不会那么早开花 野菜教母吴雪月从大学教官退休后 二十多年来投入野菜及原住民作物研究 富裕罕见野菜进行保总工作 二十二号晚间收到花蓮市公所的邀请 在今年首场的《古来去菜奇亚》系列活动 菜式讲堂中担任讲师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 从野菜采集到民族植物的传统智慧 事实上对尤其是对我们阿美族来讲 满山遍野的栗叶青草几乎都是可以吃的 但是很多人不认识太可惜了 我觉得今天有这样的机会 我想让更多人认识我们周边 其实有很多随便都可以采集的植物 可以带回家煮 可以带回家吃 今天在第一场的菜市场讲座里面 其实有邀请到就是吴雪月教官 那也就是花蓮县野菜 原住民野菜学校的一个校长 来介绍一下阿美族的一些野菜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就是菜市场讲座的一个设计 从我们日常生活 因为花蓮其实是四大族群围绕的一个城市跟一个区域 那从阿美族的民族食物 民族植物来出发 那更能够就是凸显出花蓮县的一个特色 延续去年2020小城生活系列活动 在今年的狗来西菜市亚 一样有跟厨师一起逛菜市场 菜市讲堂以及电影上菜等三大主轴 各有四个厂次从4月22号开始一直到7月30号 为期三个月获得民众热烈回响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系列课程 让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了解到 在原住民这个领域里面有非常多野菜 非常新鲜也可以供大家来做一个食用 那接着我们还有很多的好玩的有趣的课程 像去年的部分有电影上菜的一个部分 也得到很多年轻朋友的一个回响 那我们希望说未来还有跟着厨师 一起去逛菜市场的系列活动 也欢迎很多朋友一起来参与 那我们更希望未来能够吸引更多年轻朋友们 重新回到菜市场里面去采买 然后享受最棒的一个人情味 然后在地的一个食材的一个味道 煮给自己的家人吃 市长威嘉仙也邀请大家跟着市工所来趟深度之旅 从不同面向来认识传统市场 并深入了解菜市场和美食之间的关系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上华联市公所网站查询 记者徐立芹花联市报导